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做一集视频 就是涉及到国足全天晚上 就是昨天凌晨的比赛 那么还有一个话题 就是谈到中国足球媒体 这两个话题我们必须谈的 现在我发现我的视频呢 可能在国内被那种筛选了 这无所谓的 你不针对这些问题 不是对人 你不要把这种 就是说对足球的一种解析 不同的观点 咱们可以讨论 你把封掉有没有意义 这个视频不是对国内的 Facebook 油管上到处都可以放 对吧 这个问题先解释 谈两个话题 就是我讲了 一个是国足比赛 我们看到它的比赛 就是说在那个 昨天凌晨的比赛 也就是国内是在11点 11点多吧 我们已经是 澳洲已经是凌晨2点15分 那这个比赛来看了以后呢 我们只是看到 因为它是内部教学比赛 那么这种内部教学比赛呢 就是落队经常采用的方式 恕我直言 因为你一直强队 不怕人家看 你来看 你像澳洲 这个日本或者韩国 当然它也有这种 就是封闭式的比赛 这种弄了故弄玄西 像国家队这种水平呢 我们就是说 语言比较犀利 但是是为了好 不是去羞辱自己 你这种水平 说实话 什么内部教学比赛 封闭训练啊 以前就谈过 就是在 021年的世界杯 到中东 什么五星级包飞机了 什么 我们就 我们都经历过 所以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是说 自己 可以自我思考 因为这种 提升也好 我们讲过了 这里不重复了 你自己去做 不是人家 push你去做 不是人家推动你去做的 对吧 首先我们看看 看到国家队的一些 就是说 改进的方面 提升的方面 那么我只看了部分 因为由于它是 有些东西就是说 内容我们不能看到 详细的东西 那么自媒体就 率先发表评论 什么体能不好了 什么诉求了 什么 我们谈一下 就这个问题 就国家队的那个 配置 那么首先呢 就我看到了 一次性传球 跟两次性 间接过度传球 因为传 踢球里面 有两种传球 一种是 就是说 连续一次出球 还有一时 就是修正一次 或者摆脱一次 就停躺时候 摆脱一次 就是两次出球 应该说是提升的 那么这个上面提升呢 我们也看到 就是从部分 那个视频角度来看 那么我们也看到 它有那种球数也 直线球数也 球数蛮高的 这个是提升了 这个是有进步 就我们有进步 就要看到了 那么这个问题呢 就是后面会延伸出 一个足球的 那个技术议题 什么议题呢 就是说 这个一次和两次的过渡 这是达到我们预期的 说实话 比李皮的时候 和比21年的世界 比得欲雪赛12强 还有所进步 这应该这样承认 我们问 那么韦斯豪和那个 五雷都提了 对吧 他这个有一些 计算术的需要 他肯定就是进行 人员配置 他进行两个前锋的 能换 442 那么这个是从 自媒体上来说的 442 那么守门也换了 换了一个王大雷 那么这么多年 王大雷媒体状态 媒体就是下定论啊 因为我们的媒体是 我就讲过了 没有约束的 也没有正规培训的 就是想到怎么说 就怎么说的 对吧 下一个主题 就会谈到那个 我们的媒体的是什么情况 对吧 那么所以呢 媒体就说了 体能不好啊 什么 我就在这个方面 就是说 有限的视频范围里面 我就谈一些我的看法 首先呢 我肯定他有提升的进步 对吧 因为有进步 你也要承认 你不能说老师批评 像冤父一样的 这个不好 那个不对 这个没意义的 提升就提升 所以这个呢 就是国家队的这个情况 大家应该对他 有一些认可 因为从我是涉及到 我不能说我顶级的 但是我们涉及到 和海外交流比较多 对中国足球的一些解析 你们可以批评 也可以讨论 对吧 现在来看呢 就是进步有了 这个进步呢 比 我就讲了 这个进步是可贵的 那么我们就是对自己 有没有更严的要求 或更高的期待 那里面呢 涉及到个什么问题呢 足球的节奏 就比赛节奏 那自从该快的地方快 那么不该慢的地方呢 也应该慢 所以这个比赛节奏 就是我们讲 讲到一个音乐的问题 音乐它是有快慢的 如果你一直快 就这个音乐的韵味 就不是很足了 同样你同时慢 昨天正好就是看到一个 叫什么 也不知道哪里 一个短的视频 就放音乐 就是放音乐 一直放前奏 就我这也舔平了 我说你的前奏 大概放了三遍吧 放了三次还是四次 后来有一个人回复我 他说是什么 是什么 叫什么 反正中国的名曲 反正无所谓了 这个与足球无色 所以足球里面 它一次两次的高速传球 是有所提升的 那么里面的节奏呢 这就需要我们老练的球员 在把控 什么时候改快 什么时候慢 快是很好的 但是慢不是为了 减晚进攻 慢是为了更好的快 这个上面可能 一些老练的球员 可能要把握一下 特别是三十岁 早就像武雷 或者是外援 或者是韦思豪 这些球员 你们经验足的时候 要有所把握 慢是为了更快 慢是疑惑 或者是让人家减晚速度 你再加快速度 这是你主动权 这个问题呢 涉及到比较高的技术层面 我只能谈到这里 如果要仔细谈的话 可能是时间更多 那么这个是中国足球的问题 那么媒体说 那个体能不好 我说这个问题 你从二十年三十年前 就谈这个问题 这个不存在的 这个不存在的 我们的体能 绝对单向体能 不会很差的 这个是我们对足球 就是刚才第一个话题 慢于快的结合的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 球员怎样合理配置 就是运用体能的问题 不要告诉我足球就是靠体能 体能是有的 要需要的 但技术跟体能相结合 比单一的体能更完美 所以这些问题都是要搞清楚 那么我们主要是通过这种呢 就是向观众推荐一下 或者介绍一下 可以不接受 那么昨天的比赛呢 王大雷的表现 第一个进球呢 是无法挽救的 这个真的是无法挽救的 这种射门就是 因为多年前已经开始 为了增加比赛的精彩度 然后呢 球用塑胶球 塑胶球的弹性和力量 比一般的球要高 比我们以前踢球的 皮质的球 要球速高 弹性足 所以你的技术力量 就对你来说 相对要求就更高 不要怪王大雷 你这个 我们就谈到一个细节 那么这个球呢 进球的时候 左边位有一个 蹬跨出去的 抢球拦截动作 显然你动作幅度 最大化没做到 这两个是强点嘛 对吧 强点的时候 你站位 你就大家仔细看看 这个是事项 这两个站位 你到底是后卫有力 还是前锋有力呢 前锋在外当嘛 右边 后卫在内当啊 球从那个内当方向过来 你就就 这就是你的判断问题 和我们技术细节的 掌握问题 对不对 这个距离是谁进的 好 进了以后 你有优势吗 没有优势 为什么 启动 动作幅度最大化 就这两个问题 就解释了这个 你为什么没有拦截到球 给他回敲 上来一个 这个球 打进球 是最好的球 这种球就是什么 反弹球啊 力量最足的时候 就球朝你迎面过来 你上去一个摆冲射 那个就是 正脚背的质量了 那么我们再提一下 就是在打40强的时候 我们也有出现两个情况 结果仔细一看 什么 守门员后面的镜头一看 脚弓推的 所以这就是技术的层面 不一样 层次不一样 所以这个球打进去 不要怪黄 对不起 王大雷啊 什么 你第一个拦截的 你的左边 你的位置 近于 右边峰的位置 所以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需要在 因为我在借助 那个 iPad 我在看那个iPad 所以我的脸测 测项 所以这个问题都需要搞清楚的 你的站位 原先你是有优势的 但是球过来以后 你的启动 跟你的动作幅度 跨出去的最大化 你都没有做到完美啊 所以青少年训练要注意的 你除了你的爆发力 爆发力和动作幅度最大化 一定要有一个完美的结合 就是我们比赛当中快和慢 怎样合理配置体能的问题 这个问题要解决 那么第二个进球 第二个进球是什么 第二个进球 就是右边打进去的也是 不要忘记了 右边这个球 第一个球 它是回敲的 对不对 右边打进去以后 它就是没有 就过了以后 越过我们左后位 甩掉了以后 它没有修正停堂 直接塞给直插进去的以后 那么又来了 插进去 我们的中位跟的时候 又是谁有利呢 这个都是人家的一个启动 人家一个启动 把你甩掉了 当然我们说这个情况 说起的很索 你们可以说 哎呀你理论上很好 这个就是摆脱了吗 从你站的位置 如果它在你前面 就是越位 你肯定是在他前面 那么人家一个鞋子线 你为什么拦截不了呢 这个都是个技术细节 这个时候什么 动作幅度最大化 铲掉它 你只能这样做 两个都是 给你铲球机会的 一个就是铲断 就是第一个中位 第二个人家 跟进你的 跑在你前面 你都是你的 你的问题 不要告诉我 这个时候 这个是什么 它打封闭 什么都出来了 这个都是业余的 好不好 我们不讲这个东西 这就是能力问题 那么我不认可 就是杨科维基教练 东欧的足球 就南斯拉夫足球 或者全塞维亚足球 任何足球 他们都是以体能 来保证计算术的完成 你不要告诉我 他也没有体能 这个不对 这个不科学的 这是在东辖西辖 东拉西辖 这没意思的 好 这个话题等第二个 我们看到官方媒体 报道了 就是那个段宣 以前解说过足球的 那么这个 这个在中国媒体上呢 就是曝光了 就是被起诉了 社会的900万 反正具体素质 我们不谈 所以这个问题 大家要引起思考 我在前一段视频里面 就讲到了 中国足球的那个媒体 没有引领性的作用 被封掉了 封掉就封掉了 对吧 我们 但是这个足球 中国足球如果要提升 必须面对 你跨不了这个坎了 因为没有一个正确的引领 所以自媒体乱发挥 现在来看 什么中国足球的那种 就是解析员 就是说解说员 都是存在弊病的 那么这个段宣被抓进去 以后被起诉以后呢 就说明我们足球媒体 是有存在的一些问题 这种问题我们不谈 我们在海外 我们不能谈这些问题 就是具体的这种 贿赂的或者是犯罪的那种 罪行的严重程度 这是由法律来界定的 这个我们不能猜 哦 你说他是不好不好 没你的参照 你以前在央视 影响很大 央视也是有一个官方的 他那个选人啊什么 都是存在一些 可以讨论的话题 我们不能说央视 什么什么什么 但是央视确实存在一些 就是业余的人在 中国足球 而且呢 可能存在的把那个 这是过去了 那现在今后 可能也需要一个 同步提升 因为足球是这个整体 以前讲过了 就是足球在发展过程中 你的观众 你的球迷 这种需要提升的 不是需要我们去骂了 什么喇叭 教练拿喇叭什么 去赔礼道歉什么 这个都是要整体提升的 对吧 这个整体提升 就是中国整体 足球整体提升的一部分 然后今天就谈这些 因为我们不能多谈 多谈以后 我前两天的都给疯掉了 意思就是说 我认为媒体要正确的引领 可能讲话 分寸不够 因为在海外生活很长时间 你要掌握分寸 分寸掌握好了 我足球忘了 对吧 所以就谈了少一点 大家可以私下交流 好不好 就这样 谢谢大家